一年后成为皇家大师 一年后我并没有成为皇家大师 问题肯定出在我自己身上 我的成功要点第三项 请大家如此去想一下 现在自动销售大师就在你眼前 让我们来伸手抓住这自动销售大师好不好 我果断地选择了爱多美 回想当初 那时我的选择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各位爱多美家人们 我是今天负责自动销售大师讲座的爱多美女明星 皇家大师深真人 从前我认为人绝不能去做直销 如今我已成为一名皇家大师站到这个舞台上 以前我对直销毫无兴趣 保健人却一再邀请我参加研修会 我抱着先去听一次 再告诉他实在做不了这种想法 跟随保健人参加了研修会 听完整场研修会之后 我不仅产生这么好不做怪可惜的的想法 从那时起我开始选择从事爱多美 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月收入达到了200万韩元 自从收入达到200万 我开始真正感到经营爱多美的喜悦 之后又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如今我已成为年收入上亿的皇家大师 谢谢 我拥有一栋市值15亿的房屋建筑 每月可带来200万的租金收入 新冠疫情以来经济不景气 租金收入也不如以前了 但我告诉诸位 只要您成为一名自动销售大师 每月都会有200万以上的一个稳定收入 甚至比起拥有15亿建筑的业主 所拥有的租金收入还要多 因而说这份收入拥有巨大的价值 不知大家每月都孝敬父母多少零花钱呢 我还一分没给呢 还没呢 还有人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说起来我从前呢 也曾认为自己每月孝敬父母 几十万的零用钱就已经是一个孝顺女儿了 自从从事爱多美之后 我产生了新的目标 应该每月孝敬父母生活费用啊 从那时起 我开始每月孝敬父母200万生活费 如今已过了六个年头 自从我这么做之后 家人看我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当初我选择经营爱多美时 他们可是一例反对的哟 可如今呢 父母看我的眼神满是自豪 我们怎么生出这么好的女儿啊 我女儿呢 我觉得妈妈好让人尊敬啊 至于我丈夫就更不用提了 他每天都表示好感谢我 眼中满是爱意 我所享有的这种幸福生活 凭借爱多美 各位也能够拥有的 拥有这种幸福美丽 人生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成为一名自动销售大师 好 接下来我将向各位介绍 何为自动销售大师 如何成为自动销售大师 我们人人都需要日用品 加入爱多美会员后 即可购买这些生活所必须的日用品 我们进入购物官网 就会发现 产品上标明了价格与PV点数 对我们而言 较之产品价格更重要的乃是PV点数 因为我们的奖金收入都是根据PV点数来计算的 比方说我加入会员后 钟爱使用爱多美产品 并向其他人推广 使其也用上爱多美产品 拓展出左右两只消费会员团队 若在15天期限内 左侧团队积累PV达到250万 右侧团队累计PV也达到250万以上的话 就会晋级成为一名销售大师 不过这是有日期限制的 每月1日至15日 16日至月末 为上下两个半期 若上半期达到销售大师标准 就会产生约100万的收入 若上半期下半期都达到标准 就会产生约200万的收入 若有一天 我即便不去奔波经营 旗下团队也能于上半期下半期 自动达到销售大师的标准 每月稳定产生200万以上 这样一份收入的话 那我就是一名自动销售大师了 各位应去冲刺达到的 也一定必须达到的最终目标 即是这自动销售大师 你们的表情告诉我 心中在想 你一年收入好几亿 为何却让我们去赚200万呢 请大家不要误解 只要我们如此去努力经营 拓展团队 旗下就会涌现出 愿意一道打拼的团队伙伴 我也要成为自动销售大师 胸怀如此目标的伙伴 愈多 经营时间愈久 爱对美平台 就会给我们带来 愈多的收入 我们就会得以 晋级成为皇家大师 王冠大师 尊王大师 这条辉煌成功之路的起点 就是这自动销售大师 好 接下来 我为各位讲解一下 如何成为一名自动销售大师 第一条成功要点 就是 设立具体目标 并大声宣布出来 诸位想必也都写过人生剧本吧 我第一次写人生剧本 在设定直级目标时 我写上 一年后 我要成为皇家大师 大家都笑了呀 当时 我也不知这条目标的真正含义 总之 过了一年 我并未成为皇家大师 不但没成为皇家大师 甚至月收入都不到一百万 问题肯定出在我自己身上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想了一下 原因就出在我设定目标太草率上 若设定好一年后成为皇家大师的目标 就理应设定好半年后 该达到哪个职级 一个月后 该达到哪种业绩水平 然而 我却过于草率 我们应当设定具体性的目标 并每天位置而打拼 比如 为达到一月后的某一目标 我每天需要见多少人 达到多少PV业绩 面向几位消费者去传递产品 但当时 我并未做到这一步 只是草率地设定出这么一个宏大目标 有时身体不舒服 就在家休息 受人拒绝多了 心里很受伤 也回家休息 有时热情高万丈 出门努力推广 一受挫折 还回家休息 这么老回家休息 哪能经营好爱多美呢 所以 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 若真想早日成为一名爱多美自动销售大师 就需要设定出具体性的目标 日复一日 持之以恒地去予以努力实现 一般人运动三四天后就想休息一天 休息一天之后就不想再运动了 我们冲刺自动销售大师的也会这样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生出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这种心理 我们若养成这种日复一日 持之以恒的实践习惯 就能够尽快达成自动销售大师 这一目标 不仅设立具体性的目标本身 非常之重要 设立目标后 我们还应对其他人努力宣布出来 到何时为止 我要成为一名自动销售大师 不过好多人却心存怀疑 若一旦宣布出去 到时候没能达到这个目标 该多么丢脸呀 我劝各位勇敢地去尝试一番 努力尝试就会收获成功 当初我也是高喊着 我月收入会达到两百万的 会赚到两百万的 后来果然达成了这道目标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把话讲出来就会成功 起初我还以为这只是 某本书上的一句名言 后来一从事经营爱多美 发现果真说出什么 便会成就什么 这才切实感到 啊把话讲出来便真会成功啊 若经常勇敢地去宣布 话语本身就有一种烙印力与吸入力 当我讲出一番话时 最先听到的人就是我自己 话语会首先烙印在自己身上 鞭策我们朝着此目标 努力打拼 所以我想特别嘱咐各位 一定要勇于宣言自己的目标 大家好像都理解得很到位 好 现在来讲第二大成功要点 就算我们设立再好的目标 再怎么去勇于先言 若不落实到现实行动上 最终一切都不过是幻影而已 从前我曾是一名月收入高达850万的人气课外辅导老师 后来却放弃这项工作 选择从事当时收入只有15万的爱多美 决志投身爱多美之后 眼前收入虽少 却觉得大有前途 开始感觉到成就感 经营也越来越上手 我有个问题 您收入当时说有850万 难道不已经蛮成功的吗 为何去选择当时收入只有15万的爱多美呢 对您的这个判断 我感到非常纳闷 您觉得纳闷 如果当时到现在收入一直都是15万的话 我当然不会选择爱多美了 当时我既经营爱多美 又做课外辅导 身兼两职 时间一长 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其实只应专注其中一项 一介平凡人士 若想实现年薪上益 肯定要做出抉择付出了 所以我想通过自身经历告诉各位 我们应不断做出挑战 有人嘴上虽说着我要去挑战 却总是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爱多美营销奖励体制 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 无需付出 月度维持费用 我们也能得到一份稳定的奖金收入 然而 有人却因此稍感满足 放缓经营冲刺的脚步 导致踏上了成功之路的速度大大迟延了 当我号召团队经营伙伴勇敢挑战吧 加油打拼吧的时候 有人会如此回应我 可是我没钱呢 经营爱多美所需要的可不是钱 我们应下定决心 要将所面见的目标人数期限 由半年期间压缩至半个月的时间 去尽力勤于推广宣传 也就是把本市半年的一个工作量压缩至半个月内完成 拥有这种积极心态才是王道 不应抱有经营爱多美还需要金钱的想法 我们既然将半年的一个工作量压缩至半个月期间完成 自然就会遭受到不同以往的更多的拒绝 也自然会受到不用以往的更多的认可 屡屡遭受拒绝时心中自然酸楚 但这份拒绝日后将转化为各位心中的一笔财富 使得各位与伙伴进行咨询商谈时能够提供更多的指导 屡屡感受到认可时心中自然生出成就感 啊我有在经营出一些名堂啊 故而说各位应时常鞭策自己 勇于挑战 早日冲刺成为自动销售大师吧 你现在所强调的是应有所付出勇于挑战 这样才会早日走上成功 不过对于好多兼职者而言 他们都缺乏时间 难道说他们就难以成功了吗 先说答案吧 不是的 从事爱多美绝对不存在兼职经营者就无法成功的这种说法 进入正式回答之前 我们不妨先谈一下兼职的含义 一般人认为所谓的兼职经营者 就是时间合适就去经营 时间不合适就不去经营 本职工作是工作 同样爱多美也是我的工作 不妨认为爱多美即是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另一种本职工作就好 两者间并没有本职更重要兼职更重要这种说法 最重要的乃是能否规划出一定的时间坚持不懈的去经营爱多美 当然较之兼职经营者全职经营者的成功速度会更快一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兼职经营者就无法踏上成功之路了 好我再重述一遍 兼职经营爱多美并不意味着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不做 这可不是在兼职从事爱多美 而是尚处于一种观望爱多美的状态 一名真正的兼职经营者会规划出一定时间坚持不懈的投入经营 辛苦打拼三个月后若不见起色也不会青年放弃 最少应在两年时间内持之以恒的予以努力经营 如此一来即便作为一名兼职经营者也会收获到莫大的成功喜业 诸位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我接着来讲第三大成功要点 去传递出火热真挚的热忱 一说起热忱我心中不仅涌出一股热忱之情 我们那真挚的热忱却还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能量 在我们推广爱多美时会向对方传递出这种能量 不过我们若毫无自信心中也没有这种热忱 只是有气无力的去推广爱多美时 对方就会不仅心生一斗 这人好像蛮不可靠的 让人感觉难以接受啊 这样对方很容易会拒绝我们 当我们自己打气满怀真挚热忱时 就会信心爆棚豪气大方的去介绍爱多美 对方就会不禁心生认可 哇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 给对方带去一种良好感觉 使其日语接受 说出哦 yes 我们说我们赢最大限度的提升这种真挚热忱 好去向他人成功的推广爱多美 经营的时候经常受人拒绝或身体而感不适 每当此时都会不由自主的热情下降 请问这些时候我该怎么才好呢 啊那我非常理解您说的这种情况 诸位觉得我可曾有过经营热忱下滑的时刻呢 你不会有的 我如今当然不会热忱下滑了 如今我年薪已达两亿以上 又怎么会热忱下滑呢 我每天都有激情满满的 可是好多收入尚且不高的经营者 他们肯定会时而感到热忱高涨 时而感到毫无自信的 对此情况我十分理解 每当此时我们就需要去发动心中那台热忱发电机 大家的表情似乎一片茫然呢 心中这种热忱发电机 其实就是我对于爱多美的那份确切信心 爱多美旗下产品都是生活所需的日用品 这就要求经营者首先应对产品满怀确切信心 其次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爱多美 经营者还应具备我也会走向成功的这一确切信心 其实呢 经营会员作为每天都亲身体验产品的人 比任何人都先清楚保健食品多么有效 比任何人都先清楚化妆品多么令肌肤亮丽 这种对于产品的确切信心会驱使我们主动开口宣传爱多美 而对于我也会走向成功这一问题呢 我们在心中却很难自动产生出这种确切信心 因此我强烈建议各位多多观看那些成功人士的讲座 尤其是朴涵级会长的讲座 我们一定要多多观看 观看的次数越多就会在不知不觉间生出确切信心 觉得自己也能够走向成功 开始有动力去推广爱多美 有时即便遭受拒绝但只要心中满怀热忱与确信 就会毫无介怀他人的拒绝 心中产生勇气不断去推广爱多美 树枝若摇晃不止 飞鸟子不会在上面筑巢 各位心中若没有那份对成功的确切信心 那么很可能一年之内旗下都不会涌现出经营伙伴 在座各位中若有人觉得 我为何还找不到愿意我一道打拼的经营伙伴呢 我建议您不要如此去想 而应当先审视一下自己 我是否已然具备充足的确切信心了呢 我们自己应化身一段火焰熊熊的柴火 是的 即便身边有稍微腐朽一点的柴火 也会被我们的熊熊火焰所点燃 即便身边有被雨水打湿的柴火 也会被我们的熊熊火焰所点燃 总之 我们应去传递说火热真挚的热忱 我想问一下 我们团队的一位伙伴 本来在冲刺挑战自动型销售大师 最近不料突然又斗志消沉 该怎么鼓舞这位伙伴呢 在冲刺挑战过程中突然斗志消沉了呀 那我先向这位伙伴表示一下祝贺 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欢喜鼓掌啊 您的表情告诉我 心中在想明明斗志消沉 为何还表示祝贺呢 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挑战冲刺时 一般不会陷入消沉状态 但随着这自动销售大师冲刺挑战事件的不断深入 往往会在即将冲刺至巅峰之际 经营者的斗志突然陷入消沉 我之所以表示祝贺是由于这位伙伴即将成功在望的缘故 诸位也都明白 若想塑形出一身健美的肌肉 就需要努力运动 在精神房反复不停的推举健身器材 用尽全力汗如雨下 这样才会塑形出一身健美的肌肉 登山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抵达终点顶峰前 我们上需要越过最后一片山坡 才能真正登上顶峰 同样 经营爱敦美也是如此 只有越过眼前 这最后一道关门 自动销售大师才会挑战成功 所以 我想这样来鼓励各位 再努力打拼多一点 成功就在不远终点处招手 好的 我个人自从成功挑战自动销售大师后 身上发生了好多变化 其中我最想对各位所讲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之前不论做何事都常对自己心存犹疑 我能做到吗 我可不够有任性啊 像他人推广爱多美时总会禁不住去想 这人会怎么看我呢 但自从自动销售大师挑战成功之后 不知为何整个人开始自信爆棚 找回了失落的自尊 就算不成 总要试试看呢 看似不成 做着做着 说不定就成了呢 人变得自信爆棚 勇于挑战的精神越来越强 当我挑战自动销售大师成功之后 就去帮助旗下伙伴 去挑战自动销售大师 当伙伴挑战自动销售大师成功时 心中不禁发出喜悦 从事爱多美 并不追求我个人的成功 而是追求与伙伴一道走向成功 当伙伴们也都拥有 每月达到200万的这份稳定收入时 生活就有了一个保障 不仅满心欢喜 世上竟有如此美好的事业呢 最后呢 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一切 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下定决心 故而 请绝不要放弃当初的选择 只要不选择放弃 只要具备我今天所讲的上述几项成功要点 各位就一定能够踏上成功之路 请在脑海中如此想象 现在自动销售大师就在眼前 让我们一起来伸手紧紧抓住 这自动销售大师好不好 好 我们来准备抓住他 现在这自动销售大师就在各位眼前 开始 好 大家做的都很好 成为自动销售大师 乃是成为年薪上亿的成功人士的第一步 祝愿各位都能够成为一名自动销售大师 从而拥抱上那曾经在梦境中所憧憬过的色彩绚烂 美丽无比的梦想人生